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军 今天是2019年4月29号 我们知道今天是公民不合作的倡议者 唐精灵先生出狱的日子 今天我抓住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访谈到跟唐精灵先生有过数次接触的王岛牧师 王牧师,我刚才听您提到 您给唐精灵先生有过几面资源 请您简要的给我们介绍唐精灵先生 好,大家好,我是王岛 很高兴,今天我们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4月29号 也就是唐精灵律师,唐精灵弟兄,唐先生 他出狱的大喜的日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在海外 作为他的好朋友 也作为他的弟兄 我们非常的高兴 欢迎他从小监狱 回到大监狱 我可以说跟唐弟兄呢 既是弟兄,也是好朋友 因为在广州啊 这个这么大的城市 一个非常冷漠的城市 能够有这样的知音 有这样的朋友 这是很难得的 我跟他认识了好多年了 所以我今天特别的高兴 也特别的激动 我刚刚在推特上看到消息 唐精灵兄呢 他已经平安的回到他的湖北老家 我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 有一个休息,有个休整 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跟他取得联系 问问他的境况 希望他的身体啊,各方面都健康 也希望他能够去医院里面去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个很清楚的了解 好,这个 那么唐精灵先生说 倡导的公民不合作 这个公民不合作到底如何理解 请您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 唐精灵弟兄呢 唐律师呢 是我所见的呢 是非常的有智慧的 这样的一位政治家 也是一位革命家 他的一个主要的理念 就是不合作运动 中国公民的不合作运动 我想呢 这个在中国的当下 这种高压的态势 这种社会的 共产党的这种维稳的体制下来 这是非常有智慧的 提倡公民不合作 我们知道共产党 他的政权的合法性 就是他还在那里吹嘘 说他的这个经济啊 有多么多么的好 是他 共产党养活了人民 所以呢 如果我们中国的公民都能够醒悟过来 知道共产邪恶的体制呢 他是需要供养的 如果我们把他这个氧气断掉 如果我们中国的公民呢 都不跟共产党这种邪恶的体制合作呢 共产党就会更快的彻底的瓦解 更快的完蛋 所以呢 他就提倡这个公民不合作 公民不合作有非常多的一些方式 也可以是消极的 也可以是积极的 我们比如说 我们不把我们的孩子送去公立学校 送去共产党的这个洗脑的教育 共产党的政治课 所有的那些运动 我们不参与 我们打酱油 采取观望的态度 甚至我们是消极纳税 或者甚至是抗税 不交税给共产党 不养活这些贪官污吏 这样呢 共产党他们的维稳的经费 各方面的 的这些制度 他们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所以我是 很赞成 唐金林弟兄 唐律师 他这种公民不合作运动 我希望有更多的 中国老百姓 来积极的来参与 这样的一个不合作 运动 所以这个也可以集体的参与 也可以个体的参与 如果有更多的人觉醒 能够不跟共产党合作 跟共产党说 No 共产党他们就没细唱了 你刚才提到这个 唐金林先生 你用了一个词 是弟兄 因此呢 我就知道他是基督徒 那么请问这个 基督徒从中教信仰这一块来讲 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算不算公民不合作呢 那当然是 在历史上中国的家庭教会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就不跟共产党合作 不加入共产党的体制内的这种官办的教会 以王明道啊 林宪高啊 袁向成他们这些老一辈的传道人 他们就顺从神 不顺从人 不愿意跟共产党合作 所以就把教会 在家里面转入这种家庭教会的这种方式 不加入这种登记的官办的 所谓的三字的傀儡的傀儡会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长期的 可以说是坚持了 这个六七十年 一直不跟共产党合作 包括今天呢 中国的城市的家庭教会 北京的守望教会 西安教会 和现在正在被打压的成都秋雨圣月教会 他们都是家庭教会 不跟共产党合作 不跟官办的三字会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种 也可以说是一种方式 所以中国家庭教会 是不跟共产党合作的 一个最大的有组织性的 中国的一个民间机构 一个典范 对 那么你提到的这个 唐经理先生说 倡导的共产不合作 那我又想到呢 这个合理非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当然了 他们二者之间呢 有着这个比较紧密的关系 不过呢 我看到也有不少人是提出啊 说对共产党 就是说我们对共产党来说 那么你讲合理非 你讲不合作 是共产党说听不懂的语言 那么中共能够听得懂的 微的语言 就是暴力 那我想对这句话 你怎么理解 我个人呢 我是主张 不管用任何的方式 是和平的 理性的 非暴力的 还是用武装革命的方式 或者是用其他的 就是来恶搞共产党 恶搞习近平 任何的方式 只要对推翻专制墙 推翻这个共产的邪恶制度 有利的 我们都提倡 就是我们用各 诸般的智慧 用各种的方式 就是根据你个人的 所处的这个地方的 这种情况 实际的情况 就是用智慧的 用周旋的方式 去把整个共产党的 这个邪恶的体制给推翻 这个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 我们没有必要在争论说 用暴力还是非暴力 每个人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只要是对推翻共产党有利的 我就支持 所以呢 我虽然 我是坚持 又可以用武装革命的方式 来推翻共产党 但是对于唐弟兄 唐律师 这种公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呢 我也是持赞同态度的 那么据你了解 这个唐靖林先生在这个入狱期间 他一共入狱做了几年了 我不太清楚 大概有 有个四到五年吧 他是被以善电罪判刑五年 判刑五年 对对 那我听说呢 这个在这个唐靖林先生 被判刑入狱期间 那么他的太太 汪燕芳女士 出逃到美国来 还是有德州的费西丘牧师 对华人的协会 和您帮了忙 并且呢 他出逃到美国以后呢 在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能不能介绍一下 这个唐靖林的太太 汪燕芳女士 在您家住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没有 以什么方式 跟那个唐靖林先生联系 就是能不能联系得上 那么联系的时候呢 这个会给唐靖林先生 教带一些什么话语 唐先生有什么回应 汪燕芳姐妹 她也是一位基督徒 她现在在旧金山 她跟唐弟兄呢 非常的相爱 他们已经被迫分离了 已经五年之久了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希望他们夫妻 能够尽快的能够联系 尽快的能够团圆 汪燕芳女士呢 她有一段时间呢 由于长期的跟丈夫的分离 丈夫在监狱里面 坐牢的这个环境 非常的不好 她也非常的牵挂 再加上外面呢 有国宝的压迫 跟踪 烧咬 所以她的精神呢 一致在这种高压下呢 有时候呢 就精神觉得 像要崩溃一样 所以呢 我当时听了这个 国内的一位弟兄说 请我们为阿芳姐妹祷告 所以呢 我就想尽快跟她取得联系 所以后来 我就跟这位弟兄说 你叫阿芳给我的太太 给孙姐打一个电话 用电报联系 后来他们就联系了 联系了 我就告诉我妻子 我说这个阿芳想出来 休息一下 后来这个我太太就把这个消息 就告诉了傅希秋牧师 傅希秋牧师很快就跟国会 跟这个美国的 对 国会和国务院 和香港和广州民事馆 一般方面积极的联系 后来就发生了一个变故 就我妻子就从阿芳那里得知说 她被边控了 她以前去香港战中的时候 是可以去的 国宝跟她讲 她被边控了 我妻子说 你不要信那个国宝的鬼话 他们说你被边控不一定 所以你可以去试一试 你要试一下才知道 后来她终于去试了 就成功的从广州东站 就坐火车 就过了海关 就到了香港 正好那时傅希秋牧师 在香港有一个 三话意象的大会 在那边筹备 马上就找到傅希秋牧师 就把她直接带到了 香港的 美国驻香港的办事处 就这样的 在傅希秋牧师 和其他人权机构的帮助下 阿芳姐妹很快就买了飞机票 就拿到美国的签证 通过绿色通道 就来到美国 那王亚芳女士 在美国期间 她有没有办法 跟那个唐静凌先生 直接取得联系 这个是很困难的 即使是在 他在广州 也是百般的男主 不让他会见 本来是按照监狱里面 是每一个月有一次 至少有一次可以会见的 但是中国的国宝 他们就是用种种的阻拦 不让他们会见 所以在美国就更加困难 因为在中国的监狱里面 你知道是不能够 像美国的监狱这样 可以自由地跟外面 可以联系 可以上网 他们是非常的艰苦 每天工作啊 还有是跟外界 几乎是断绝联系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 持不同政见人士 也叫异见人士 就是不同的意思 在坐牢期间 会被中共喂一些 不明不埋的药品 你比如说像去年 去世的李百光弟兄 还有呢 当然我是在网上看到 有人推测 最近刚刚去世的张健弟兄 也有可能被中共 比如说下点毒或者干什么 那么据你了解 中共有没有可能 对这个唐靖林先生 在坐牢的时候 在狱中做什么手脚 那么以至于呢 影响了这个唐靖林先生的 身体状况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包括709律师 还有包括现在的 成都秋雨圣月教会 我们得到了很多消息 他们在坐牢期间 就被强迫被看守所 被警察 被国保 他们强迫要他们喂药 要吃一种药 一种精神药 他们会 吃了以后呢 会 会 会犯糊涂 对 还有的 肯定是其他的药 就更有可能了 你像刘晓波也是肝腹水死 还有李百光也是肝腹水 还有就是最近去世的 张建弟兄 也是肝腹水 他们会强迫 喂药也会悄悄的 在你的饭里面下毒 共产党是无恶不作的 他们是不择手段的 他们是没有底线的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担心 所以我刚才 为什么一开头的时候 就建议在湖北老家 建议唐弟兄 唐律师去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确保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 及时的去治疗 这个是为了以防 身体有什么状况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你刚才提到 最近有可能跟唐静林先生 取得联系 我觉得取得联系之后 我想再进一步的 向你了解唐静林先生的近况 我最后还想提一点 今天是2019年的4月29号 这一天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刚才说出了唐律师出狱 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 一个纪念日 就是林昭女士 她蒙难51周年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 这一个事情 为什么也特别提到 这个事情呢 因为在1968年的4月29号 是林昭女士 她被共产党杀害的日子 也是她蒙难之日 那年是正好是我出生 对 是1968年 我是1968年出生 所以我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的清楚 另外唐律师呢 他除了提倡这个公民部合作运动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提倡 比如说他有专制倒台倒计时 五千天 每天在社会社交媒体上 就是有个倒计时 这个他坚持了很久 后来他坐牢了以后呢 汪延坊女士也继续很长一段时间 就帮他继续地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是说是推强的一个行动 每天给中共的专制统治崩溃倒台 结束专制倒计时 五千天倒计时 还有一个就是 他是提倡都去纪念林昭女士 所以他跟现在也在坐牢的朱成志 几乎每年这个4月29号 都去苏州的林昭墓 跟其他的一些民运的朋友 去纪念去悼念这位女士 所以这个林昭啊 是共产党最恐惧的一个人 一个女士你看 就是她的坟墓 这么多年 她去世了那么多年 共产党在她的坟墓的维稳上呢 就每年花几百万的维稳经费 你像一个人死了这么久了 共产党还对她这么恐惧 五十一年了 对啊 这个是唐靖林律师 提倡的让各地的公民 每年这个时候 纪念这个林昭女士 4月29号 所以今天很凑巧 也是她出狱的日子 所以呢 我就要提一提 这方面的这个日子 那最后呢 这个我想 如果有国内的弟兄姐妹 国内的这个朋友 有机会呢 能够给那个谭靖林先生 介绍一下这个 比如说我们今天采访的王岛牧师 王岛牧师呢 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唐靖林先生 那么已经呢 介绍了唐靖林先生的这个公民不合作 我想呢 最后呢 借这个机会 你给那个镜头前的 也有可能唐先生在观看 给唐先生说几句话 好 唐弟兄 很高兴 你从小监狱回到了大监狱 我也希望呢 你能够好好休息 也希望呢 你能够完全的获得自由 在家里面休息好了以后呢 也希望你能够来美国 跟我们相聚 来跟你的妻子能够团圆 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 我们流往海外不能回去看你 我希望你们 你来看看我们 我也希望更多的网友 来关心唐弟兄 唐律师 来关心他的现状 让他虽然在大监狱里面 也要有人身的自由 不被跟踪啊 不被限制 不被软禁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好 我们恭喜唐弟兄 从小监狱回到大监狱 谢谢大家 我们也尽快的 我们期望唐经理先生呢 尽快的获得充分的 完全的自由 感谢王导牧师 介绍我们的采访 不客气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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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